好 緊接著議題一 我們還是從國內議題開始談了 這個立法院的龍頭投票 接下來時間越來越近了 柯文哲下了軍令狀 叫做團進團出 那沒有會怎樣 抓到一次就開除 然後立委資格就沒了 是只有這一次嗎 還是說以後都是這樣呢 只有龍頭投票 還是說每一次法案合作都這樣 不知道 然後呢 什麼叫關鍵少數 你看他這個話講的 關鍵少數就是 每天接到很多不想接到的電話 有沒有 好像端起來了 之前有沒有 選後就說誰誰誰打電話給他 他不接嘛 然後兩黨政府院長候選人 可以直接到黨團 來向民眾黨八席立委溝通 有沒有 大家覺得姿態拉得好高 那願意來的閉門會議 一講到閉門會議四個字 大家又覺得蠻敏感的 果然他要講的就是那個 軍越會議 但他說絕不會搞得像 軍越那場現場直播 軍越真的是個大敗筆 大家都看到了嗎 所以他的這番談話 第一個對內喊話 團進團出 黨紀言明 第二個對外喊話 國民黨民眾 民進黨你看看 本黨 本黨是關鍵的少數 你們都打電話給我 我還不太想接對吧 那誰要來談 來來來 到我們的黨團來談 然後我們來搞個閉門會議 是不是 姿態拉得挺高的 然後呢 還有一個就是關於這個 最近的這個感恩餐會嘛 蔡壁如不是 有餐會 他是你知道嗎 今天當然今天有人在這樣講啦 就是說蔡壁如其實有一百個 比較圓滑的答案 但他好像選擇了最直接 最誠實的答案 不過其實你從那現場來看 他是被記者問到才第一時間知道 因為反應不過來 那就是一個人最直接的反應嘛 怎麼圓滑對不對 但柯文哲說啦 一頓飯有吃沒吃 不是那麼嚴重 不用在媒體上搞這麼大 當然有通知啊 也許比較慢 怎麼會民眾黨委牙變成 Google熱門搜尋呢 這太奇怪了 選舉結束啊 怎麼會還要批評民眾黨呢 那尾牙到底是不是獨漏 是故意的呢 你看這個陳志涵也受邀啦 蔡壁如沒有接到通知啊 然後呢 這個黃成國 黃成國也去了啊 陳志涵愛麗莎莎 那這個誰沒有去呢 戰將好像都沒去耶 陳婉慧知道 但有事 知道但我有事沒去 李友宜也沒去 蔡壁如是根本不知道 怎麼好像有戰功的人都沒去啊 是不是 所以這個餐會不重要嗎 但對於柯文哲所講的 什麼閉門會議喔 那些韓國瑜導師釋出了善意 我們願意釋放最大的誠意啦 前往拜訪溝通在野的夥伴 尋求團結合作的契機 他的臉書上寫得非常的詳細 游錫坤則說呢 等到正式成為候選人 就會去民眾黨敗票 我先讓亮哥來談一下 這是民眾黨在叫板嗎 當然啊 當然是啊 因為小黨一定要團結才有力嘛 那就是他就在展現他巴西投給誰 誰就是院長誰就是副院長 就是這樣 這個當然是充分聽到我們蔡委員的建議啦 那提建議的人 黃青龍 提建議的人自己就跑去度假啦 你知道嗎 我不建議我是分析啦 這個 我覺得韓國瑜這樣的回應是比較誠懇啦 因為他跟柯碧還是有一定的交情 他說溝通跟立委溝通 那尤錫坤那個叫拜票 拜票就是行李如鱼正式拜訪 就這樣而已 我認為韓國瑜應該會跟柯碧見面 那 是不是公開不知道啦 不過我認為他們會見面 至少韓國瑜的電話 應該不會是他不想接的電話吧 不會不會嗎 他們兩個是真的有交情 真的有 而且韓國瑜 講到這個程度了嘛 對不對 而且事實上歌兵四個議題 國民黨也陸續有人回應啦 包括趙少康 韓國瑜都有回應 那你覺得韓國瑜這個回應如何呢 因為目前有很多人覺得 國民黨不要再理這個白的啦 國民黨應該走自己的路 你覺得呢 你不理白的你不會上啊 這個沒有辦法的事啊 這是權力的現實嘛 那倒是民進黨有一個柯介民 說你那八票是廢票對不對 那當然游錫坤 也是充滿善意啦 我講白了啦 四年前民眾黨是投給游錫坤的啦 雖然不重要 因為民進黨自己就過半了嘛 可是民眾黨還是投給游錫坤 那另外你看這八席 民眾黨的不分區 我也講白了啦 有六個是有綠底的啦 所以你看民進黨最近都在幹嘛 民進黨不管是黨公職 1450電視節目都在黑韓國瑜啊 事實上就是在向民眾黨的不分區 立委喊話 說這樣的韓國瑜你們投得下去嗎 就是這個意思啦 那甚至今天我還聽到 王定宇在那邊講說 柯文哲你如果支持韓國瑜啊 那未來韓國瑜 犯了任何錯誤你都有責任喔 用這樣來警告他 那對民進黨來講他只care院長啦 事實上坦白講那今天 江啟成表態了嘛 說韓國瑜如果早上沒過 那他也不要選了 他就跟進他不要選了 所以事實上只有院長之爭啦 說實在啊 那這個當然柯文哲 他竟然有辦法來下動員令 團進團出啊 他終於從否定起醒過來了啊 那開始介入要操盤嘛 我覺得最後是他一念之間啊 就是說你認為是你投給自己 彰顯你的自主性啊 以後反正每個法案每筆預算 我都獨立啊 還是說你要跟藍合作 他就是很多事情在他的一念之間 當初那個君悅也就在他的一念之間 可是沒辦法 因為這個黨之前他簽了 那他也可以一念之間又把他推翻 這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黨就是一人政黨 所以他權力極大 立委會尊重他因為都不分區嘛 那我覺得他就是要做一個選擇 就是你要不要跟執政黨掛鉤 所以你覺得呢 此刻你覺得此刻他支持韓 還是支持友情的打電 我認為他還沒有做決定 他在掙扎 還在掙扎 我跟你講因為就是你要不要跟執政黨掛鉤 對我來講我會講得很難聽啊 我說你如果投給尤其軍 你就是被招安了啦 那未來你肯定會有人入閣啊 你就是被收買了 你去想一想嘛 民眾黨有五席卸任的不分區嘛 賴清德一定想盡辦法幫你安排啦 我講白了啦 那這個當然對民眾黨來講 是一種行政資源的獲得啊 所以他們內部有人是支持的 比如說黃珊珊可能就比較支持 那有一些人就認為說我們應該強調在野角色來跟國民黨比賽 誰問政監督的能量比較大 那這個可能就是黃國昌 這兩個人真的不一樣 那到底是黃珊珊這邊 力量比較大還是黃國昌那邊啦 我認為大部分會是偏黃珊珊這邊 我要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之後要繼續追問一下亮哥 那他現在在講嘛 可以有願意來的閉門會議 會有這樣閉門會議嗎 假設韓國瑜跟游錫坤真的都去找他了 那你覺得呢他又會支持誰呢 來我們先進廣告 好那亮哥你覺得呢 他現在講話了嘛 願意談的可以到黨團來啦 跟我們的這個八席溝通 願意來的閉門會議 所以韓國瑜游錫坤如果去找他的話 他會支持誰 他不會當場表態啊 就行李如意聽你講啊等等啊 當然那個韓國瑜要爭取的是跟柯P一對一啦 說實在啦 這才有用啦 我坦白講啦 民眾黨這幾個人我事實上都認識啦 真的有問政能量很大的 只有柯文哲跟黃國昌啦 我講白了啦 其他的啦 其他的大概就覺得說 我問政也不一定問政得過國民黨啦 就是要監督民進黨搞不好也搞不過人家 所以他就會傾向要拿到資源啦 那這個就是要柯P拍板 因為你如果 坦白講你這個是短多啦 可是你搞不好會藏空啦 你知道吧 就是 後遺症很重要 因為你其實想一想國民黨會怎麼說你嘛 國民黨一定請全黨之力說 你被招安了 被收買了 一定這樣講嘛 說你不是反對黨 我是唯一的反對黨 這種聲音一定出來的 那這樣到底是對你好嗎 你有必要去得這個短力嗎 而且我講白了啦 你拿到了部會首長 人家就會覺得說 你怎麼那麼笨呢 當年你藍白河 你還可以拿到副總統 還可以拿到重要的部會首長 而且可能還是正的 你現在可能是拿到中選會啊 勞動部啊這一種的啊 那這個所謂何來呢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這個真的是一面之間是可批來決定 好可怕 又到了他的一面之間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以黃國昌跟黃珊珊 兩股他們黨內的力量 我認為誰也說服不了誰 對啦 這個巴西立委四種聲音啦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sym來自動的衣服 也記得再放大 怎麼寶貝 在某些氏搭配 和足寶貝 你們的請考驗 這位是星 beats 不羈賤 一聲 一聲 相鋒 一聲 明星 不羈賤 數不羈賤 大 快點 除 Mary 我們可以做的